今天跟大家介紹關於 UA Cinema 結業的相關語言語 UA Cinema 陪伴很多香港人成長 這麼多年來 它的結業都是令我們覺得可惜 但也不是意料之外 老實說一個企業 怎麼可以捱一年半載是不營業呢 被政府強制是不能夠營業 大家走過一個UA器院 都會見到它下了閘 都會見到它下了閘 例如就像這些閘 再給大家看多個例子 就在這個站 這個就叫做Shutter 它叫Shutter S-H-U-T-T-E-R What is a shutter? 什麼叫Shutter呢? Shutter就是 A metal covering A metal covering That protects the windows And entrance of a shop When it is closed 我們就叫它做 即是 叫那些捲簾 鐵門 這個字 它在美式英文那裡 它做動詞的時候 它跟那個 譬如我們說 譬如我們說 We are closing today Please come again tomorrow 那個不同 因為 即是你 如果不是24小時運作的生意 你有那個 Opening hours 你就會 會關門的 是吧 是吧 到翌日再開回 但是如果 那個就叫Shut 或者叫close 是吧 是吧 那如果你是 是這個 Permanently Shutting down 是結業的話 你就可以用Shutter 那個字 即是 將這個名詞 捲簾鐵門 這個名詞 就做了動詞 就變成一個動詞 例如 例如你可以這樣說 你說 這間公司 就 一年前 就結束 它在香港的營業 你可以這樣說 你說 The company Shuttered Is Hong Kong business A year ago 就是用Shutter 那個字 那現在這個 UA Cinemas 就是 Shuttered their business for good 知道嗎 他